12月15日 张兰好友余文宏透露 大S跟汪小飞已经和解 但她提出要汪小飞再给5000万 才同意让两个孩子回北京 迅速引起网友瑞替 余文宏透露 大S答应把两个孩子的抚养钱给汪小飞 目前汪小飞给了她5000万 双方合同已经添了 两个孩子马上就能够回北京 这次大S非常慷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钱到位了 反而没那么不舍的孩子 余文宏称 汪小飞和大S这场闹剧算是双赢了 大S拿到了5000万现金 汪小飞成了新任国民老公 张兰的公司出现了 社交账号突破了800万粉丝 一家人都收获到了这么高的热度 孩子又回家了 算是可喜可贺了 对于汪小飞拿5000万给大S和解 有人调侃 张兰这下要卖多上货才能够赚回 说过5000万能够拿回孩子的抚养钱 确定也不多 也有人猜测 会不会这5000万只是探视钱 并非抚养钱 那这样的话 大S够狠的 拿孩子换钱 如是有些败坏路人员了 妹子你怎么看呢 大S够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